佩洛西极其直系亲属有这么几个看点 第一 制裁不但是为了惩罚佩洛西 更是为了警告震慑其他反华政客 中美之间经济关联度太高 和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大公司极少 被中国制裁 下台后的工作很难找 以蓬佩奥为例 蓬佩奥在被中国制裁后 没有哪个大企业敢听请他 千万年薪如煮熟的鸭子一般飞了 最后只能去当一个年薪八万的小职员 蓬佩奥是所有的下台的国务卿里面赚钱最少的 在美国饭店当个厨师都比他赚得多 佩洛西下台后也将面临蓬佩奥同样的命运 另一方面 我们连美国的三号人物都会毫不犹豫的制裁 也是在警告其他蠢蠢欲动的反华政客 要知道英国有些议员已经准备效仿佩洛西窜访台湾 我们就是要告诉这些人窜台是要以个人利益受损为在下的 第二 佩洛西的丈夫老保罗的生意将遭到打击 公开资料显示 老保罗在中国有两个生意 一个生意是项目投资 老保罗是马修斯国际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伙伴 这家公司专门在中国找投资项目赚钱 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老保罗仍在这家公司持有互惠基金 每年的收益在几百万美元 老保罗在中国的另一个生意是豪车服务公司 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全球大使礼宾 公司老板是老保罗的大学同学 V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供豪车服务 是该公司最大的亿力生意 佩洛西原本在国会严厉抵制北京冬奥会 等到丈夫老保罗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后 佩洛西的态度马上转变 可见其有多么虚伪 对之财后 老保罗今后就别想在这家公司赚钱了 第三 佩洛西的儿子小保罗在中国也有两个生意 小保罗是全球科技工业集团的一个下属委员会的主席 小保罗的主要工作是到中国会见潜在投资者 小保罗还是国际媒体收购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该公司的主要市场也是中国 对之财后 小保罗在中国的这两个财路肯定也是没了 以后中国所有的地方也不会欢迎他及其家人 一边反华在美国政坛攫取利益 另一边又在中国赚钱 哪有这样的好事 大家注意到这次制裁不仅仅是佩洛西本人还有他的亲属和家人 那么制裁对他和他的家人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呢 佩洛西老公和儿子都是商人 据说佩洛西家人和关联的公司通过各种投资 在中国赚的是盆满钵满 在中国大陆香港等地都有生意 此前要媒体揭露佩洛西的老公是专注投资亚洲地区 包括中国企业的一个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伙伴 公开资料也显示 直到今年他老公在这家公司还持有价值不菲的互惠基金 佩洛西这人很阴又很虚伪 2008年他严厉抵制北京举办奥运会 后来他老公的一个大学同学创办了一家豪车服务公司 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恰恰是这个公司的大客户 等他老公也购买了这家豪车公司的股票后 他的态度马上转变 佩洛西为了钱脸都不要 可见其有多么的虚伪 一边窜绑另外一边又在中国赚钱 哪有这样的好事 对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这开创了中国制裁 美国在职高官的先例 这个决定就像一场急事雨 滋润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心底痛快 这个制裁的作用就是 一切和佩洛西及其家人 有往来的企业在中国经营 都要受到影响 不夸当地说他的家人可能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因为大多数美国企业肯定会跟他划清界限 不能因为一个老娘们放弃了整个中国市场 佩洛西和他的家族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后佩洛西家族都不可能再从中国的土地上赚一分钱 以后中国所有的地方也不会欢迎他和他的家人 既然他选择了与全体中国人民对抗 那么全体中国人民也肯定不会欢迎他 一定要让他本人和他的利益集团承受相应的惩罚和损失